為了藝術和科學的重逢 我們還有三個關卡要去 不如先去看看科學 怎樣去演繹自然的美學和藝術 這件外形好像龜的形狀一樣 是呀 天然結構就好像 依照某些數學或科學的規則來發展 於是藝術家就以自然中的數理結構為靈感 加上不同海洋生物為元素 創作了一系列稱為天璣解密的藝術裝置 這個名為外匯家的作品 它的靈感就來自龜學的數學結構 藝術家利用結構工程軟件 用不鏽鋼製成參數化框架 上面還鋪了利用彩色有機玻璃製成的世界地圖 寓意關愛地球 為了更符合環保的概念 它在四支位置還利用環保木製成長椅 讓觀眾坐在上面休息 當然不少得自拍 利用應用程式改變作品燈光的顏色 令它變得更色彩紛紛 體驗與藝術互動的無限可能 前面這麼漂亮的是什麼 這是珊瑚無極 它由十件金屬雕塑組成 它們大小形狀都不一樣 模仿大自然的珊瑚礁 同時寓意我們可以像它們一樣 能夠在香港這個多元文化社區裏 和諧地生活 有些珊瑚是天然的分形體 分形是可以分割成多個部份的幾何形狀 每個分割開的部份 又是整體的縮小版本 部分珊瑚雕塑上 還刻了特別的圖案 觀眾只要透過應用程式 就可以發揮更多 和藝術品互動的樂趣 咦? 這裏的石頭顏色好像很特別 是的 永恆光海背是一個巨大背殼石地畫 螺旋形圖案由合成石 和束光顏料組合而成 這些顏料可以通過太陽來衝光 晚上就可以發光發亮 恭喜大家經歷所有關卡 藝術和科學不單在維港重逢 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機會 希望大家會在生活中發掘到 拜拜